SCP-4966是一隻由灰色布料構成的四途生物 它的布料無法被刺穿或破壞 对于SCP-4966进行X关和其他检查发现 它没有任何的内部器官 除了两只黑色的眼睛和一张编织的嘴外 SCP-4966的身体上没有其他斑纹或孔洞 SCP-4966发出的声音像一只小猫 它随在跟人互动 如果没有定期与它互动 它会感到焦虑和孤独 SCP-4966常模仿跟它互动的人 虽然不需要进食、饮水或呼吸 但它却会模仿其他生物的这类行为 当SCP-4966周围出现生物尸体时 它会有一种不明的方法延展它的嘴巴 将尸体整个吃掉 这会使SCP-4966的身体被尸体撑打 但它皮肤依然会保持一样的密度 目前不知道SCP-4966扩张的期限 SCP-4966曾在实验过程中 完全包裹住了一条成年男径的尸体 SCP-4966会缓慢的消化被它吞下的尸体 过程中SCP-4966会获得被消化生物的特征 最常见的变化是肢体的增加和改变 但其他的变化 包括身材比例和声音变化也有发生过 SCP-4966唯一无法改变的特征是它的脸和颜色 变化将会持续大约4小时左右 之后SCP-4966会吐出尸体的残骸 而在吞下人类尸体后 SCP-4966会获得说话能力 并具有被吞下人类的记忆 SCP-3375是一种会自动在北美和欧洲的水族馆出现的异常花园满 SCP-3375的外观和大多数行为跟正常的花园满相同 SCP-3375通常会出现在有易挖掘砂质基底的大型水族箱中 并在喂食的时候将头探出 SCP-3375与正常的花园满不同 能够快速的进食消坏食物 并且不受周围其他五种的影响 在信食后SCP-3375会退回沙中 并在30-60秒后 闲着一个希格劳斯银币出现 SCP-3375会把银币留在沙面 然后退回到它最初出现的洞中 这些银币没有异常特性 一旦SCP-3375离开了表面 洞穴的痕迹会消失 如果在SCP-3375出现时没有喂食 SCP-3375会在洞穴中平静地观察其他鱼类 如果等待超过10分钟 它会完全退到洞穴里 并且不会给予银币 在极少数情况下 多个SCP-3375出现在同一地点时 最先出现的SCP-3375会离开洞穴 并寻找最近的平坛表面 然后用尾部缠出一种深色的黏液 来写出波斯鱼的谢谢 之后回到洞穴中 所有其他的SCP-3375都会给出银币 并将这些银币叠成一堆 最先出现的SCP-3375 会把一枚额外的银币放在这堆银币的最上方 SCP-3375是一种异常电影蝌蚪乐器 会自动出现在日本多个城市的公寓 别墅、大学宿舍内 SCP-3375的出现有几个特征 经济稳定的单人租租的生活空间 并且需要已经租用三个月以上 这个人常听音乐 演奏乐器或喜欢唱歌 SCP-3375出现时 会有一张小纸片在口中 以日文写着 Automatone想当你的室友 SCP-3375最初出现时 通常会在门口附近 每个月一次 SCP-3375的口中会出现日元纸币 金额是租客每月租金的10%到15% SCP-3375的外形一般的Automatone一样 并且在被演奏时可以正常运作 SCP-3375会帮助他的室友 寻找他们遗世的小线物品 像钥匙、大众运输卡、身份证、零钱、珠宝和袜子 几种情况会导致SCP-338消失 租客改变生活地点 租客将SCP-338放在门外超过一天 租客将垃圾、脏衣物或其他废物放入SCP-338口中 租客对SCP-338做出粗鲁的评价 或是将SCP-338当作摆设 租客没有为SCP-338留出能舒适占用的空间 SCP-338已经在一个居住地停留超过一年时间 租客超过一周没有与SCP-338对话 租客在被记忆删除后忘了SCP-338的存在 用任何类型的摄影机拍静止的SCP-338超过15分钟 对SCP-338使用追踪设备 SCP-2952是一只身体长度超过三万公里的雄性科技群 他的头和前脚位于美国奥勒冈州的波特兰 而屁股和后脚在日本的异域村 中间环绕美洲、欧洲、亚洲 SCP-2952不会老化也不需要食物和水 不管发生什么事 SCP-2952都不会离开他原本位置5公尺以上 并且能快速从伤害中回复 在SCP-2952身体的某些区域 SCP-2952之一会定期在两侧形成小开口 这些区域在主要城市、郊区和乡村都有 在开口出现后,一些小人会从SCP-2952中走出 这些小人被称为SCP-2952之二 平均身高三公分 肉眼不能直接看到小人 需要通过照相或录影才能发现 但阴影和足迹仍然可以被观察到 基金会一开始尝试透过掩埋SCP-2952的身体 来收容SCP-2952 其中也掩埋了SCP-2952之一的部分 但在之后 参与SCP-2952的掩埋或研究的人 在睡觉起床后发现一些奇怪的现象 例如房间的墙壁被换成毒藤蔓和毒孤 或嘴中被塞入毒果池等等 这些事情被认为是SCP-2952之二做的 在这些事情发生后 基金会改变了做法 不掩埋SCP-2952之一 而是坚持SCP-2952之一 对看到SCP-2952的平民进行记忆消除 SCP-2952之二和满意基金会的做法 同意基金会成员使用SCP-2952 并且让SCP-2952不会被一般民众看到 基金会成员在碰触SCP-2952后 会被等比例缩小到3公分 而SCP-2952的内部就像是地铁车厢 只不过是由树枝花瓣组成 在离开后 再次碰触SCP-2952便会变回原本的大小 SCP-2952其实是源自威尔斯传说 在传说中 妖精会骑着科技 而随着时代演进 他们更加现代化 所以就变成了科技地铁 SCP-2300是一系列总共98个的小人雕像 每一个都具有某一种化学元素组成 并在头顶上标着起元素的原子序 SCP-2300在任何的气压和温度下 都保持固态 而且具有各自相应元素在固态下的正常性质 SCP-2300也可以被物理破坏 破坏分离出的材料会恢复正常的融废点 SCP-2300可以吃下任何材料 并以此恢复自己受到的伤害 不符合它元素的物质 会在几分钟后变成一团固体 从口中吐出 一般会被送给其他SCP-2300个体继续使用 而SCP-2300具有智能 而密度越小的元素越聪明 SCP-2300不能说话 但能理解口语与书面英文 SCP-2300中的亥、乃、亚、克、仙东 被视作贵族 统治他们所处的元素周期 而亥是地位最高的 统治的前六个周期 但他十分尊重氢 因为氢是SCP-2300中最有智慧的 第六周期后的元素不遵守这个君主制度 而是共同组成了一个由氢直接领导的修饰团体 SCP-2300常会伤害自己的身体来完成一些任务 甚至会将整个身体变成工具给其他个体使用 其他个体之后会喂食它来帮助它再生 如果连嘴巴都被破坏的话 SCP-2300会利用它的残骸 重新制造一个新个体 新个体对之前的同续号个体毫不知情 而且必须由其他SCP-2300引导 才会知道SCP-2300的文化和处境 大部分SCP-2300的活动都是在创作艺术 这些艺术常带有异常特性 他们时常聚集在一起举办艺术展 但这些艺术展都没有事前准备 所以一些经验少的SCP-2300的作品也可以被展出 但是这些作品通常会被经验多的SCP-2300认为不够好 差的作品会在短时间内被移出艺术展 有部分因为受到许多经验少的SCP-2300欣赏而被留下 SCP-295是一个用碎布做成的玩具熊 长度大约46公分 野人造纤维和羊毛填充 SCP-295的左胸有个小心脏 脖子上缠着一个蝴蝶结 组成SCP-295的布片颜色材质各不相同 SCP-295的组成成分没有任何异常的化学性质 当一个器官受损的人出现在SCP-295周围两公尺内时 SCP-295会进入活跃状态 如果两个以上器官受损的人 SCP-295会选择最年轻的 他会从嘴中产生剪刀、白色细线、缝针或是编织构 并使用附近材料中的纤维和填充物去制作SCP-295之一 一个受伤者的器官复制之物 SCP-295之一制作完成后会消失 而受伤者将失去意识 SCP-295之一会替换他原本的器官 如果附近没有可用材料 SCP-295会使用自己的布料和填充物 SCP-295每天再生一克的填充物 直到补充完被使用的部分 但被使用的布片无法再生 多余的布料必须放在SCP-295附近 以让它自我修复 SCP-295之一具有原有器官的一切功能 在受伤者体内 临近组织及连接至模仿器官的血管 没有发生明显病变 而且不会出现对SCP-295之一的排斥反应 SCP-2014是一只成年豹纹壁虎 身长8.5公分 SCP-2014的外观与同类壁虎没有差别 SCP-2014具有智慧和念动能力 可以控制周围24公尺内的一切无体 SCP-2014自称Zarmagos 一个被怀疑成导致多起疑事和犯罪活动 包括谋杀、怯盗和猥亵行为的超维度实体 SCP-2014被基金会注意到是在1998年的2月21日 在一场滑板比赛中 一位参赛选手做出了物理上不可能的特技动作 调查发现 这位参赛选手藉由一个超自然仪式 把Zarmagos的意识 召唤进自己的宠物壁虎里 SCP-2014被放在参赛选手的口袋里 运用他的念动能力帮助这个人赢得比赛 所有目击者都被施以逼及自己消除 在访问中得知 SCP-2014之所以帮助这位参赛选手 是因为他非常喜欢滑板 并且还希望基金会能够找人跟他一起玩滑板 SCP-529是一具有灰色条纹的小型夹猫 他没有胸部以下的部分 但却没有任何健康问题 并且会像有身体后半部分一样的活动 例如走路与平常一样 并在喂食之后做出一些排泄的动作 SCP-529的截断面 并没有展现出他的内部器官 而是在肉眼观察下呈现纯黑色 截断面在触摸下会发生轻微的形变 轻轻的抚摸这部位 有时候会有正向的回应 呼噜声等等 但更常会导致他转头抓特工 这些抓痕没有表现出异常 员工不允许为SCP-529乳弱 因为他如果得到的乳弱不够 反而会变得忧郁 SCP-1-A和SCP-1-B 保安员给他们取了个亲切的绰号 眼痘 是一对眼泪状的生物 身高大约30公分 在他们身体的中间有一只蓝色的眼睛 SCP-1-A是火层色的 而SCP-1-B是深黄色 在他们底部有一个轮撞突出物 使他们能够运动 这种生物的移动速度很快 能在一秒内移动60公尺 但是因为他们缺乏刹车系统 所以也导致了一些壮观或是有趣的意外 这些生物也能攀爬陡操的平面 并且不止一次在通风口迷路 他们拥有普通家冒的智商 还有强烈的好奇心 他们大部分时候都普通的在社区游荡 观察工作中的保安人员 都会其他Safe级别的SCP 他们彼此以无法翻译的高频声交流 人员从来没有看见他们扎眼 他们对任何的宠爱都有很好的反应 并且会很快的和给予宠爱的人建立关系 就像是一只小狗一样 他们会跟随跟他们建立关系的人到任何地方 他们能感知到附近的危险 如果他们跟随的对象 接近SCP-131们认为是危险的东西 他们会去到这个人的脚下 并发出紧张的声音来警告他 如果他们被他们跟随的人长时间无视 他们会失去兴趣并回到正常的活动中 在一次事件中 SCP-131们跟随一名清洁工 这名员工正在进行SCP-173收容设施的日常清洁 在SCP-131们发出的警告被无视后 他们比作为员工以及另外两名保安人员 先一步冲进了SCP-173的收容设施 一进入道里面 员工们发现他们在SCP-173前专心地看着他 就算在提醒他们 SCP-173只有在看不到的情况下才会移动一样 当清洁队离开后 SCP-131们也离开了 他们背靠着出口缓慢离开 并且一直看着SCP-173 SCP-999是一个巨大无规则形态 粘胶状的橘黄色半透明粘稠物体 重量约54公斤 密度大约等于华升降 它的形状和大小经常改变 并且可以自己控制 在休息时 SCP-999会维持一个宽两公尺 高一公尺的半球形状 SCP-999的表面有一个透明的薄膜 就像动物细胞的细胞膜 大约0.5公分厚 具有很高的弹性 使SCP-999可以将身体摊平到2公分 这个薄膜具有输水性 但SCP-999仍然可以以自己的意愿吸收乙体 SCP-999的身体的其余部分 都是未知成分的粘稠存色物体 直接物质能轻松的消化有机物 它有爱玩和像狗一样的性情 当被接近时 SCP-999会非常开心 蠕动到最近的人类身边 并跳到它们身上 然后使用两只尾族拥抱它们 同时用第三只尾族蹭它们的脸 并且发出尖锐的磕磕笑声和咕咕声 根据接触对象的不同 SCP-999的体表会散发令人愉悦的气味 记录下来的气味有 巧克力味、洗衣精味、培根味、 玫瑰味和培乐多年土味 碰出SCP-999的表面 会立即让人产生精神上的愉悦 接触的时间越久 感觉就越强 并且在与它分开后 会持续很久 SCP-999最喜欢的行为 是互相搔痒的战斗 一般是将人从脖子以下 全部包裹住 不停地搔痒 直到他们求要为止 虽然过程可能让人受伤 但是他从来没有想主动伤害别人 如果伤到别人 他会立刻向后退 并且收缩成一小堆 发出刺刺咳咳的声音 就像是一只无业的小狗 似乎是在为不小心 伤害到别人的道歉 虽然这个生物会接触任何人 但他对不开心 或者受到伤害的人更感兴趣 患有严重忧郁症 或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人 在与SCP-999多次接触后 人生观变得更加正向 除了爱玩的行为外 SCP-999热爱所有动物 特别是人类 他拒绝吃任何肉 并且会牺牲自己解救他人 甚至会跳起来为人挡下一颗射向他的子弹 尽管他的行为相当幼稚 但他可以理解人类的语言和大多数现代科技 包括强制 他的食物主要是糖果和甜食 MMM巧克力和Nekko微化是他的最爱 他的进食方式与阿米巴相似 以上就是10个最可爱的SCP 但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大家也可以留言讨论 什么是你觉得最可爱的SCP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需要做什么SCP或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